我叫齐米卓玛 然后来自西藏山南 是一个农牧区的孩子 今年已经22岁了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现在就业于西藏自治区画剧团 我扮演的是普通画族的欧菲利亚 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是怎么 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 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 我觉得在哈姆里特里 可以看到很多 人性应该值得思考的东西 比如说生存或者毁灭 说大了就是生存或者毁灭 说小了就是生活上的很多困难 或者问题上面 应该怎么思考 比如说上戏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 上还是不上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当时是 我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 老师们来招收 那个艺术学院的学生嘛 最先是没有选上我的 是因为我一直在发抖 因为我很害怕 两个老师很犹豫在那里聊 说那个女生好好 但是她应该心理素质很差 一直在抖 然后被我听见了 我就站出去跟她说 老师我不是害怕 我是因为天气太冷 觉得冷 所以才发抖 然后两个老师就觉得 还可以 然后就把我选上去了 一开始进去是特别懵的一个状态 因为第一节课就是 让我们模仿动物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表演是什么 动物都了解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模仿动物 然后又觉得周围的环境都很陌生 就一直是一个很懵 很害羞的状态 后面老师有了解到 我们有好多人都是从牧区来的 然后不懂这个表演是什么之后 他是从基础课慢慢带我们的 然后后面就慢慢好起来了 我在向他们学习 因为我像回到年轻时代 他们虽然我刚才讲的是零起步 但是他们的真诚 是我一下子没想到的 因为他们第一年 我参与教学的时候 他们表演的观察生活小品 他们的表演能量是有的 他们然后普通话学习的进度跟上了 到第三年疫情发生了 我们都网上授课都见不到面了 没想到第四年的时候 把有些普通话说的最不好的孩子们 那么好 我觉得在他们身上看到了 这个进步的过程 使我们这个四年参与教学中 我们最大的受护 我到这边以后有很多困难 因为家庭条件也好 然后我自己对表演不理解的地方 很多也好 就是会有很多困难 但是后面有很多党的政策 对我的帮助 然后也有很多老师 上席老师们对我的帮助 跟我一起克服掉了这些困难 反正这四年我是没有交学费的 说来说去 所以很感谢当务 和国家对我的关心 还有上席老师们对我的关心 我的生活 打个比喻吧 之前我的生活是一个井 我像是井里的那个青蛙 然后后面我是感觉走出来了 看到了更大的天空 不管是生活上也好 心里也好 为了考上戏来拉萨面试 我是第一次到拉萨 然后慢慢地考上戏之后 我是第一次出西藏 到了上海之后 又有很多演出的机会 世界各地走 看到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